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立马举行 进入第二天 各国领导人于周五举行会议 讨论数据安全和监管问题 包括乔拜登和加拿大总理贾斯丁特鲁多在内的亚太代表 举行了圆桌非正式对话 为峰会拉开序幕 随后双方将全天举行双边和三边会谈 毕鲁总统迪娜·伯卢·阿尔特 会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·蒂娜 格奥尔吉耶瓦和智利外长加布里埃尔·伯里奇 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寿兹 在亚太经合组织首席执行官峰会上 向与会者发表了讲话 当天晚些时候 其他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也将在台上发表讲话 其中包括加拿大总理贾斯丁·特鲁多 本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前往南美 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和巴西20国集团双峰会 其中一个主要议题是唐纳德·特朗普2.0 对于亚太地区的领导人来说 周四是他们自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以来首次齐聚一堂 这场大选以共和党人特朗普的胜利而告终 特朗普承诺在从贸易、关税到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 做出重大政策转变 该论坛有资源丰富的秘鲁主办 其正式议程包括努力、资助、能源转型、规范新型技术、规范经济和改善海上物流 这些论坛有资源丰富的秘鲁主要议